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就等于这个 比方说我们知道原来这个CWQ等于什么 实际上等于这个东西 是吧 那个W乘上QX 是吧 对不对 这个时候它对W求导 C对W求导是不是就等于X 是不是 C对W求导 这个我们可以证明呢 这个对A求导就等于F 因为它就是这样嘛 就是说 我们说这个就等于D GX star A 然后乘上HA 是吧 这个对A求导嘛 对A求导 那么有两部分嘛 第一部分是什么呢 第一部分就是GX star A 是吧 那我刚才搞错了 就是要G应该等于再乘上 就是HA 是吧 再加上 那刚才就应该是就等于这下 就等于这下 还有一下呢 就是G这个X再乘上HA 再乘上DX比方DA 是吧 这下应该是等于0的嘛 是吧 等于0的嘛 所以呢我们最后应该就等于这下 我刚才漏了这个啊 就X star 就是H 就等于这下 就等于这下 那我们你看这个就很简单了 是吧 所以C对W求导 对W求导 它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X嘛 就等于X 或者叫X star 是吧 就等于X star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WQ嘛 是吧 就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我们上次是证明过的 上次是证明过的 然后我们同样也可以知道 π P等于什么呢 P乘上Y 是吧 P乘上Y 那么我们也知道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 它等于什么呢 它就等于Y 最后的那个Y就等于Y P是吧 这个我们也是前面证明过的 因为从理论上讲这个函数 利润函数和那个成本函数 都是会计上的利润和 会计上的成本的 这个 这也是可以成为是函数是吧 因为价格如果在不断变化 它就会不断变化 这也是 无碍在不断变化 也是在不断变化 但是这个里面它有两个变量 这个里面也有两个变量 如果没选择过的话 也有两个变量 那么这个时候呢 都是这两个函数的一个包罗线 好那么我们有了这些 我们接下来看那个 看那个短期和长期的问题 短期和长期的问题 这短期和长期的问题呢 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 新的问题在里面 就是把原来的这些自由化 把长期的 就是它核心的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就是这个短期之内呢 在这个生产计划里面 有一些要素受到了限制 所以它是不能变的 它是不能变的 那么我们假定呢 在这个生产级里面 在这个生产级里面 我们假定有这些要素是 有可能不变 有可能变的 就是说在短期之内是不能变的 那么对一个利润最大化的问题来讲 如果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这实际上还是长期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原来讲的 这个P乘上一个Y嘛 是吧 我这里主要这个 这个notation可能不是 弄得很好 就是说我们假定 这个是一个Y里面 有一部分 这个维度已经不一样了 加上这个Z 是构成了我们原来 所讲的那个生产计划 那么实际上这个就是P乘上Y嘛 是吧 就原来所讲的这个Y 就是Y部分的这个价格 和Z这个部分价格 如果这两个都是可以选的 这就是一个长期问题 如果一旦出去 这个不能选了 这就是一个短期问题了 也就是说这个Z 要变成一个Z star 所以一个短期问题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Y 或者说你这个Z放在这里 你这个Z就要被它固定住 也相当于你是不能选 相当于你是不能选 然后就是PY 再上Y加上PZ 再上Z Z star是不能动的 所以大家看 在价格不能变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的利润跟这个利润是一样的 对不对 这个利润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得到的这个Y 得到了这个Y 它实际上是跟PY PZ 跟Z都有关系的一个 那具体有没有关系 还不知道 但是从这里来看 外生变量只有这个 这个 这个三个变量 然后我们同样也可以得到这个利润 这个利润 这个利润 就是PY PZ Z 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短期利润 称之为短期利润 然后我们先看这个 先看这个 我们说如果有一个 我们把这个再写在这里 跟大家比较一下 就YZ PY乘上Y 加上PZ乘上Z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得到Y 也是PY PZ 这个Z 也是PY PZ 然后呢 PY PY PZ Z Z没了 这个是长期的 这个是短期的 就区别就在这里 区别就在这里 然后有一点我们马上可以知道 就说如果有一个 这个Y Z 如果有一个选择是长期是最优的 那么在价格跟这个都一样的情况 在短期里面肯定也是最优的 但是呢 在短期里面是一个最优的 在长期里面就反过来就不一定成立了 就是如果有一个Y 那个Z 那这个Z是给定的 我们Y 比方说PY 这个如果是 在这里是最优的 它是不是在长期里面也是最优的呢 是不一定的 是不一定啊 但是在这里我们再具体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再具体看一下 我们再来写哦 就是如果有一个Y 我们把这个Z 不要写在Z Z8 Z8 我们来看 如果有一个Y 是长期是最优的 长期最优的 我们把它写成是这个样子啊 这个样子 这是短期最优 如果有一个Y 是在这个Y 长期这个最优的里面 这个也是PY PZ啊 那么我们能不能推导得出来Y 在这个短期的PY PZ Z里头 请不吝点赞 这个应该肯定成立的 对不对 要怎么证明呢 就是我们这样来写 P乘上Y star P乘上Y star 加上P PY PZ乘上Z star 是不是大于等于任何其他的 对不对 任何其他的 那就是PY 乘上Y P乘上PZ乘上Z 这个也是成立的 对不对 既然是任何 那这个也应该是成立的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对这个也可以任意的成立的话 那这个也应该是成立的 对不对 如果这个计算应该 这个肯定成立的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推出PY Y 可以带一代PY Y star 那所以它肯定也在 这个短期里面 大家知道短期里面 你看 就是 这个拿掉是一样的嘛 那对于这个 或者我们这样写 肯定也是成立的嘛 那么 就是加上PZ Z 对吧 这个也是成立的 对不对 这个也是成立的 然后我们可以得到 那个P 就是Y star 肯定是在 肯定是在这个Ys里头的 肯定是在Ys里头 然后呢 这个实际上反过来也是成立的 对不对 反过来也是成立的 反过来也是成立的 对不对 你数学上 我们先看数学上 是不是都成立的 就是说 如果这个成立的话 那么这个是成立的 少一步 就到这里是成立的 但是 再进一步就很难了 就是说 就是我们要求的是PYY 加上PZ 我们要证明的是 这个 我们这样 这个呢 到这步是没有问题的 这步到这步也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呢 我们要得到 哎呀这个黑暴真是 要得到的是什么呢 要得到的是 我们一致是这个 我们能不能推导的出来 就是如果这个成立的话 对任何的 PZ 大于 等于PY Y 加上PZ 这个就不一定了 这个就不一定了 所以 我刚才就讲了 就是说 如果一个生产计划 就是我们可控的这部分 就Y这部分 如果 在长期上 它是最优的 那在短期看来 它肯定是最优的 但是如果有一个Y这部分 就可变的那种要素 我们就这么来讲嘛 可变的这个要素 如果在短期内 是最优的 但在长期里面 就不一定是最优的 只有在 一种情况下是最优的 在长期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的Z呢 你的那些可控 而不变的变量 正好是等于Z star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才是最优的 其他情况下都不是最优的 不一定是最优的 就不一定是最优的 这个是 我们这里要 要知道的 就是说 你长期如果看来是最优的 在短期来看来 肯定是最优的 但是短期里面 看来是最优的呢 在长期看来 就是不一定是最优的 不一定是最优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问题 那个 再简化一下 看这是一个短期的问题 如果是一个短期的问题 那么这个短期的问题呢 实际上我们分两步走 短期的问题分两步走 这个就要 我们前面 那个 实际上这里有一点 有一个事情 也是没有 跟大家讲过的 就是说 我们知道 π p w 等于 p 不是p 这个 x pf x 解决 w 乘上 x 是吧 这是我们 利润最大化的 这个选择 我们利润最大化的选择 我们是不是可以 直接把它 等于 p 乘上 fx 乘上 减掉 c w q 是不可以直接这么写 这个怎么讲呢 这个 呃 就是这么来写啊 就是这个就是 就是对称性的原料 就是说 可能这样写还不是很好 就是这样来写 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x star 如果有一个x star 满足呢 就是p乘上fx star 乘上x 就得以πpw 就是这个是利润最大化的选择啊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推导的出来 在x star 它是在这个里面 它是在这个x 那个p 不是p wfx star 这个 这意思很简单 就是说 如果这个x 这个要素投入 在这个价格和这个w情况下 是利润最大化的选择 那么这个要素投入呢 应该是在 这个 要素的价格没有变化 这时候这个 这个 这个发生变化了 那么 但是呢 我不管这个p 我管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时候的这个产出 是不是有一个产出啊 因为有这个x的时候 它如果是利润最大化的选择的话 利润最大化有个产出嘛 那么这个产出呢 这个产出呢 给定的情况下 如果我要生产这么多 而要素的价格还是这么多 还是原来的那个 那我这个要素投入呢 肯定是在这个产出目标情况下的 成本最小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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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这个 这个证明 实际上一点不难的 就是反一点 就是 那你比方说 如果这个是最大化 这个完全可以用反正法来证明 如果它不是成本最小化的选择 它会怎么样 就会存在一个选择 也能达到这个产出 成本比它小是吧 那带进去的话 那这个就不是利润最小化的选择 就肯定不是利润最小化的选择 如果不是成本最小化选择 肯定不是利润最小化选择 那么 是利润最小化选择 肯定是成本最小化选择 对不对 就是说 逆弗命题等价原命题嘛 对吧 逆弗命题肯定等价原命题嘛 所以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 就是如果没有限制的这个要素 如果没有限制的这个 就是生产机如果没有受限制的话 那么 π就得pq减掉 这个cwq π得pq成为cwq 就我刚才讲的 就是π 这个就得以 p乘上q 写去cwq 就可以直接再来写了 在这里要小心点 反过来 因为这样写实际上是要先有利润最大 有利润最大化的情况下 再这样写 但是你反过来不一定成立 就是说我有了成本最大化选择 来反推有一个利润最大化选择 这个是推不出来的 记得这个好像我上一只课的最后一点 好像也是讲到过这个事情 就有了利润最大化选择之后 那么你利润最大化选择的那个选择 就是那个要素投入 肯定是在给定利润最大化选择情况 那个厂出作为条件情况下的成本最小化选择 这肯定是要成立的 但反过来 就是说你知道了这个是 给定这个厂出情况下的成本最小化选择 然后你确信它是利润最大化选择吗 这个不一定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给定的那个厂出 不一定是最优的厂出 不一定是最优的厂出 但是我们这里已经 搞清楚了 说先有利润最大化选择 那我们给定的这个厂出 就是利润最大化选择里面最优的那个厂出 那它所对应的那个投入 肯定是在这个厂出条件下 成本最小化的选择 成本最小化的选择 那么好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问题再往前推一点点 是推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时候有一个 有一些要素受到限制了 那么受到限制的时候呢 我们说这个成本 我们称之为短期成本 我们下一张PPT就是讲这个短期成本 那么我们先在这个式子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实际上 成本利润最大化选择 实际上选的你那个Q是什么呢 就要满足这个 这个我们实际上上次课讲过了 如果没有短期的话 这个上次课就讲过了 是不是啊 就是什么时候 Q是最优的呢 就是你的价格等于你的边际成本 价格等于边际成本 就是你有了成本最小化的 你这个Q应该选多少呢 实际上就应该选 它的边际成本等于 价格的这一点上 这个Q 这个Q 这个我记得上次给你讲过 那这里是主要是加了一个短期 那么这个短期是怎么来的呢 短期是这么来的 就是说 现在呢我们产出就不管它了 那么现在问题是哪里呢 现在问题就是说 我有两类要素投入 一类要素呢 我是在这个规划里面 我是可以控制的 也就是可变的要素 有一些要素呢 在这个规划里我是不能动的 我们称之为不变要素 或者叫固定要素 或者叫固定投入 这个有各种各样的称呼 有各种各样的称呼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所得出来的这个成本 我们称之为是短期成本 短期成本并不说 你这个固定成本不变 短期成本并不等于不变成 可变成本 大家这个应该清楚的是吧 短期成本是 你短期里面这种可变成本 再加上你短期里面不变的那些固定成本 都加上去 才叫短期成本 才叫短期成本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加上去的 虽然你这里不能控制 它还是要加上去的 那么我们 同样可以得到这些 试试 实际上我们这里 看这个短期的这个选择 我们看这个短期的要素选择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 它有很多次跟 基本上是跟长期的选择的 函数的特征是没有差异的 我们也可以得到它是 在W上是零次其次的 W上是零次其次的 实际上我们前面也是有这样一个特征的 这个Y在P上也是零次其次的 零次其次的 也就是说 你如果要素的价格都是等比例的变化 那么实际上呢 不会改变你的投入的选择 不会改变你投入 哪怕是长期哪怕是短期 都不会改变 都不会改变 实际上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啊 就说如果W乘上X 这个都是WX乘上X 加上WZ乘上Z 如果这个是最优的 这个是最优的 那么它理论上应该是大于等于 所有的W这个X 情况下的所有的其他X 加上WZ 这个不变的 对不对 那么很显然 这个乘上一个T 这个也应该是满足的 对不对 但我们实际上可以在 这个也是满足的 对不对啊 也就是说 你哪怕不是所有的 要素的价格都等比例变化 就是你可变的那些 要素的价格等比例的变化 那么也不会改变你可变的 要素的投入的比例 那个组合是不会变的 是不会变的 所以如果把这个再写的那个点 X WX跟WZ的话 那它应该是在 WX上是零次其次的 WX上是零次其次的 那么同样的实际上也可以在 这个要素 这个选择里面 就是在这个选择里面 它实际上是PY的零次其次 当然你整个零次其次变 实际上后面这个变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这里我们实际上 这里有一个概念是什么概念的 就是说Y跟Z 我们说它实际上是满足独立性的 是满足独立性的 这个在生产里面是很简单的 它肯定是独立性的 就是它是线性加起来的 就是独立性是 从行书的意义上讲 独立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这个的最优化 跟这个的最优化 可以分开来做 如果要有一个最终的最优化 是这两个加起来是最大值的 我可以是这个最大值 加上这个最大值 就是总的最大值 他们是相互独立的 就是你最好 他最好 加起来肯定是最好 那如果我要有一个目标 使得两者都是最好的 那么肯定就是 你也是最好 他也是最好的 反过来也是 如果你也是最好 他也是最好 那加起来肯定也是最好的 这个就是说明 你们两个是相互独立的 我说独立性 大家知道 在那个 就是阿洛不可能定理里面 大家都知道 就是讲过 就是每一个个体 都是相互独立的 这是很重要的 实际上在整个微观经济学的 那个一般均衡里面 就是要遵循这个独立性的 每个人的这个评价 都是建立在自己 就是我最好 你最好 他最好 加起来就是整个社会 是最好的 这都是独立性 那这个我们扯远了 是吧 我们就直接在这里看 这个是独立性 在生产极里面 在生产者的函数里面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所谓独立性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 可以直接讲一下 就是XZ 这个是一个 我们在选择里面的 一个选择的对象 是吧 备选项 如果他比X 如果要比他好 如果这个比他好 那么 什么叫独立性 我先看 那么就是 应该是这样 如果他比他好 完全等价于XZ 我们说 这个要等价 这个就表示 X跟Z是相互独立的 相互独立的 这就叫独立性 那这里就是 这些受限制的这些要素 跟不受限制的要素 是相互独立的 是相互独立的 因为你看这个目标里面 如果那个是最大化 跟这个最大化 加那个最大化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所以总体上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短期的这个 就是选择 跟长期的选择 在选择 在选择的行数上 实际上是没有 本质性的差别 就是这个X 跟我们讲的这个Y 就没有任何差别 就是短期的这个选择 就在行数的形式上 是没有本质差别 但是它的这个直函数 这个 跟我们讲的 长期的 这个函数之间 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那么这个差别就是 表现为我们这里讲的 三个不同的 这个 实际上就是利用了 暴露原理 实际上就利用了 暴露原理 就是总成本 长期跟短期之间 是这样一个关系 这个 平均成本 这个边际成本 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我们讲一个就可以了 我们说 我们这样来看 实际上那个也一样 就是成本 跟利润都是一样 这个是X W X X 加上W Z Z 大家想看 在这里 我们说这个X 这个变量 它应该是 它应该是 W X WZ 是吧 在Z 这个函数 对不对 就理论上是不是这个 因为这里三个外层变量 是吧 然后我们把它带回去 带回去得到的这个 得到的这个 函数 就是我们叫做短期成本 函数就是W 那么 满足 那个 满足是F X X Z 大于等于Q 我们说Q 然后呢是一个Z 这是 我们假定这个Z是给定的 那么我们写一个新号 或者Alba都可以 这是给定的 这是给定的 大家想想看 因为它是 两个是独立的 我们说最终的最优化是要 既要选这个 还要再选这个 对不对 还要选这个 那么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 我们是不是还要在这里再选这个Z啊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还要在这里选 如果Z可以变的话 我们是不是还要再选一个Z啊 这个Z再把它 选出来的这个Z 这个Z呢 肯定是跟Q有关的 也跟这个W是有关系的 是不是啊 我们把这个Z再带回去 就可以得到这个C W Q 这就是长期 这就是长期成本 这个就是短期成本 在长期成本是短期成本函数的 再一个最优化 是吧 就是 就是我相当于我要 在长期来看 因为我所有要素可以变嘛 那么就相当于我是在 除了要选那些可变的要素之外 就原来在短期之内 不能变的那些要素 我在长期里还是可以选的 意思我还是可以最优化的 那么我们说独立 这两个是独立的是可以 它分开来做 跟合起来做是一样的嘛 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 合起来最优化 跟分开来最优化是一样的 这个是可以证明的 可以是证明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实施 就可以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理论上 我们是可以这样来看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长期的最优化 就是它等于什么呢 它就等于短期的最优化里面 把这个放进去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时候 你这个z是不能不变了 还一定要让它变 但是为了区分那个 我们实际上可以直接这样写掉 这就是一个长期的成本函数问题了 这就是一个长期的成本函数 因为这里变量就是wq嘛 这就是一个长期的成本函数 而我们说短期里面呢 它就是wq 这个z是保持它不变了 z是保持它不变了 所以这里的z呢 就相当于我们在包入原理里面的那个a 是不是啊 包入原理里面的这个a z 不对不对不对 z就是刚才这个里面 就刚才里面 其实应该是这个样子了 那这个关键你包入要搞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选z嘛 就时间已经不是 这就是x啊 就是包入里面的 实际上我们刚才这个包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长期的成本函数 是短期成本函数的一个包入线 就是这样 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长期的成本函数 就是短期成本函数的一个包入线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结果之后 我们用包入原理就很好用了 就是说这个时候我如果说要对c 长期成本要对那个q求导 它就是短期成本里面对q求偏导 对q求偏导 在哪一点上呢 就是z的就是这个z它在这个最优的这一点上 在这一点上就偏导 这一点上就偏导 就这不是最优哦 这是表示固定哦 有时候这个这些记号有时候是很容易搞混掉 我也想不好更好的记号方法 就是我们这里z加那个star表示它是固定不变的 固定不变的 那么同样的可以看成是这个平均成本跟编辑成本 都是可以这样来做的 可以来这样做 应该没有问题哦 所以我这里在这个图形上哦 我现在一下子看看怎么个说法 我如果这个是q这个c sc 那么相当于是这个样子 相当于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说是这个样子啊 这个是sc 当比方说固定成本比较少0的时候 比方说这个样子 比方说啊 如果固定成本投进去多一点 我想看啊 对应该是这个样子 如果比方说一开始有一点固定成本 你哪怕是不生产 你也有个成本负了是吧 那么这个是z等于0的时候 比方说z等于某一个数 那么应该是这个样子啊 z1 如果再等投进去的话是z2 应该是有不同的这个s c1 s c2 0 1 2 我们可以这样 就是大家可以这样来看 就是说你如果说原来的这些z投进去越多 那么这个越多并不表示你的成本就越低 因为当你产量比较少的时候 实际上你z投进去越少 你的成本反而会越低 对不对 因为那些都浪费在那边了 但是随着你的产量的增加 你实际上z投进去越多 你的成本是越低的 所以我们最后的选择 我这里画的稍微再好看一点 这条线 我们比方说有这样三条线 表示三种不同的这个投入 如果只有这三个 我们假定这个z的投入是不连续的 就是从0到z这么多 那么我们玩家可以断定 就是说当 当你的产量比qe要来的小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的最好的z的投入 应该是0 对不对 因为这个时候你的成本是最低的 最小的z的投入应该是0 然后你如果你的产量 比qe还要大的时候 你最好的投入是z2 就是比较多的固定投入 如果基于这两者之间 你应该是投入z1这么多的变量 所以这个是随着你的产量目标的不断变化 如果z是可以变化的话 那你就在不断的在变化 如果是不能变化的话 你只能当你产量很大的时候 你只能在一个很高的成本上来生产 这些那不是最优的 在短距离里看 如果这个z被固定住了 这都是最优的 因为这条线本身是短距离里最优的结果 然后如果有这些z都是连续可以变化的 我们可以算出来很多 那么这条包落线实际上画得好一点 应该是一条直线 就是说或者说是 就是把这些连在一起的这样一条线 连在一起的 这个可能就是c 或者w给定的话就是这条cq 这条cq 所以这条就是它的一个包落线 这条包落线 好 我们再休息一下吧 谢谢大家